HELLO,大家好,我是Polly 多謝專櫃客戶Sony 繼上次Xperia Pro-i的開箱影片之後 又再去找我跟大家做開箱 今次要跟大家開箱的新手機 就是片頭都會看到的 就是這一部啦 Sony Xperia 1 Mark IV 再之前也有一條示範片 是我幫朋友拍照 當時是Mark III 今次是Mark IV 所以有很多東西都升級了 跟上次Pro-i一樣 今次的開箱影片 都會輕輕跟你們說一下 這部新手機是有什麼功能的 然後也會有幾條影片 去逐一將它的功能示範給你們看 現在就先輕輕說一下 今次有什麼升級了 後面就會有些詳細的介紹 由鏡頭開始講起 今次的鏡頭有三個 16mm、24mm、85mm至125mm 其中85-125mm就是光學變焦 也是今次這部手機的 關於鏡頭方面 最大的賣點 我們詳細再講吧 今次這部手機 就用了升級的感光元件 所以它三個鏡頭 都可以拍到4K120格的影片 和1秒20張的連拍 一如以往 都會有Video Pro去拍攝影片 記不記得這個設定嗎? 一樣都有Sony的手柄 還有有這個反螢幕 讓你自拍的時候用的 為了大家可以用到主鏡頭的Quality 讓你拍VLOG拍攝時 有一個比較好的畫面 照舊也是有這個 我今次不會說錯的了 3.5mm的一個插位 去插你的收音麥克風 到時拍VLOG的時候 整個Gear大概的體積 就是這麼輕便 用了這個手柄之後 你就不會畫面那麼陣 比較Stable一點 可以攤開放在這裡 例如吃東西那些 你可以放在桌子上 然後拍攝自己吃東西 還有按鈕 這些位置也是可以這樣調校的 當你想轉換鏡頭的時候 按中間這個按鈕 就可以這樣轉了 所以其實它有很多關節 是很容易運用到的 這次這部手機 是三個鏡頭 都可以做到4K120格的 Slow Motion 最厲害是可以去到5倍速 因為我頭髮就長了 那我就用了撥頭髮 拼頭髮 去示範一個Slow Motion 我拍的時候笑死了 但是畫面是WOW 這個就是5倍速的示範 是很電影感的 除了15000倍之外 你也可以調快多一點點 不過我就試到最盡的給你們看 就算你拍片的時候 你都還沒決定 這個畫面 我還沒想著要Slow Motion 但是你拍片是可以用到4K120格 買三個鏡頭也可以 那你到時回去剪片的時候 你就可以自己用電腦去調校了 因為120格 你就可以調校到它 可以幾慢都可以 或者沒那麼慢又可以 我簡直是不慢都可以 都會令到這條鏡頭比較滑 然後就是例牌的 這個Object Tracking 還有Eye Tracking 是非常緊密的 因為我示範的時候 是用了我自己去動來動去 所以它同時 又可以Eye Tracking 又可以Object Tracking 所以它同一時間發生 就Track到你一個人實一實 你是完全不會Outfall的 最後在拍片中 HDR的Quality 比以往也好升級了 到拍照方面 我依舊是很喜歡這個凸起 還有有紋的按鈕 還有拍照的時候 真的好像在拿相機的感覺 我們先說一下它的功能 剛才一開始的時候 不是有輕輕提及過 今次這三個鏡頭 85-125mm的鏡頭 它是一個Telesoom光學變焦 譬如當你16拉大放到24 甚至24放到85的時候 其實它是數碼的變焦 數碼變焦如果你放到很大的時候 其實是會blur的 但是去到85-125mm 因為是用了Telesoom 放大出來的效果 都不會很blur 依然可以保持到照片的Quality 剛才拍片說三個鏡頭 都可以用到4K 120格 其實拍照三個鏡頭 都是可以用到Eye Tracking 和Object Tracking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設置呢? 當你16mm的時候 因為很適合 通常可以善用影在風景上 風景 例如飛洲 或者有些動物 動物走來走去 其實你可以查到它 或者你拍風景的時候 突然有隻鳥飛過 其實你也可以查到它 然後去到24mm的時候 就會適合用在日常的照片 日常的照片 可能會更加人主體 也可以用到IF 85-125mm 通常都是拍人像的 人像就更加用到IF 所以很好啊 所以我這次三個鏡頭 都可以用到這個Tracking的功能 然後不少的 當然是1秒20張連拍 自從我去到非洲之後 我就覺得連拍的功能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尤其是你拍動物 譬如放回翌日照 可能爸爸媽媽也會喜歡 拍自己的寶寶 很有趣的時刻 可能很難 可以探索到它最有趣的那一面 當你連拍的時候 它走來走去 你怎麼都一定會有一張是中的 我覺得1秒20張 其實都很夠做的 就算我帶去非洲的相機 都是1秒25張而已 其實那個速度是快到 我覺得當你一張照片在拉的時候 就好像片一樣 講完Sony最強項的拍照拍片之外 都輕輕說一下它還有什麼 是升級了 電池方面升級了 充30分鐘就可以充到50%了 而且也是支援無線充電的 還有就是這次這個4K HDR 120Hz的螢幕 都已經是有升級了 比之前的螢幕光了50% 最後就是防水防塵這個功能 這次的開箱片就來到這裡 之後也會有幾條影片示範一下 裡面的功能 雖然剛才也有少許的示範 但是怎樣活用在平日的日常呢 接下來的影片就會展示給大家看 如果大家有興趣 也可以落舖去實質摸 看啊 看啊 用啊 試一下這部機是怎樣的 那要喜歡的就記得給點讚啦 訂閱啦 還有分享 還有給大家喜歡的朋友看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啦 Bye Bye Oh my god 有人玩這個 水上電單車 突然突然爆炸了 但是很多人立刻去幫忙 爆炸到周圍都是 Oh my god 沒問題 MAKE IT MAKE IT LIGIALIA LARED LIGIALIA LARED LIGIALIA LARED MAKE IT LIGIALIA LARED LIGIALIA LARED MAKE IT